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大家觉得邓伦跟李庆是最合适的 邓伦并没有急着辟谣 这是为什么呢 邓伦和李庆我们都是很熟悉的 邓伦拍摄的电视剧很多 真正让邓伦活起来的是和杨子合作 香蜜沉沉尽如霜 得到粉丝们的认可与喜欢 虽然有传闻邓伦和杨子在一起的消息 但是两个人迅速为自己澄清 邓伦跟李庆传出不少在一起的绯闻 李庆作为当前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明星 两个人相识是在楚桥传 两个人都不是主角 但是却是通过该剧圈粉无数 后来一起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两个人扮演夫妻 两个人的配合特别默契 跟女儿小山主在一起 俨然就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粉丝们更是直呼在一起 邓伦更是在节目中展现暖男的形象 对李庆如同自己的爱人一般 随时随地关心李庆 主要是担心他吃不惯像丈夫一样为李庆加菜 同时 李庆也会关心节目组布置给邓伦的任务会不会很难 在拥抱环节 更是用尽全力地奔向李庆 节目播出以后 观众更是直呼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般配 殷彩儿见到两个人配合得这么默契 也是直呼在一起 说李庆是邓太太 而邓伦更是没有反驳 在采访中邓伦说过 他跟李庆在一起会很舒服 心里非常平静 见到李庆有种想快点结婚的冲动 邓伦的想法表达以后 工作室并没有制止传闻 而邓伦和金晨恋爱的传闻 工作室是在制止的 传闻是金晨为了制造绯闻 邓伦和金晨恋爱 邓伦更是遭到了粉丝的攻击和公司的抵制 两个人分开以后 邓伦的事业反而比以前更好 反观金晨 事业却越来越低迷 邓伦和李庆在一起的消息 邓伦的工作室并没有辟谣 而两个人也没有反驳 在邓伦新系杀青组织的应援活动 邓伦对粉丝很暖心以外 还很关心另一个人 被网友爆料 邓伦回酒店 而一个小时后 李庆也出现在酒店门口 消息一出 网友纷纷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是两个人却在情人节当天辟谣 邓伦工作室声明邓伦单身 李庆发布动态 说自己也是单身 此时有人转发李庆的微博 并发问自己的预言成功了吗 此时 网友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有可能的 原本以为结束了 但是被细心的网友发现 邓伦的助理跟李庆一起在机场 两个工作室更是一起换新头像 而头像的手势和方向都像是情侣头像 如果仅此还不能代表两个人在一起 邓伦和李庆戴的同款情侣戒指 而且都戴在无名纸上 网友还发现 两个人在社交平台上用的也是相呼应的文案 看来一切都不是巧合 其实很多巧合不过是冥冥之中注定 至于在一起也可能是网友的预测而已 当然 作为偶像艺人 自己的恋爱无时无刻不受外界关注 可能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粉丝会隐秘自己的恋情 其实 不管两个人在不在一起 慢慢都会有结果 希望网友可以给他们一些自己的空间 其实两个人还是特别般配的 他们在一起的话 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李庆帮邓伦减少资源 两人没有恋人的关系 李庆为什么会鼓道热肠 因为最近李庆一直在帮着邓伦减少资源 所以那些说李庆和邓伦有恋情的说法 又重新死灰复燃了 可是事实上 李庆和邓伦两人真的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暧昧关系 既然李庆和邓伦没有恋人的关系 为什么李庆会这么地鼓道热肠呢 其实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来自从龚玉涵大力扶持田希薇之后 李庆也就离开了龚玉涵 自立门户跑去单干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庆和邓伦也属于同位天涯沦落人 因此李庆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帮邓伦介绍下资源 扶持一把邓伦 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再怎么说 李庆和邓伦之前都算是同门同事 而且两人的相处也十分的愉快和融洽 两人现在都离开了龚玉涵各自美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庆肯定会和邓伦抱团取暖的 别看现在是李庆给邓伦介绍资源 说不定下一次就是邓伦给李庆介绍资源了 在贵圈混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对价要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自己的这一善举 让自己成为一线当红女星 所以说在没有利益冲突之下 随手的事合了而不为呢 至少别人还欠了自己的人情 二来 李庆的演技还算不错 而且对于片酬的要求也远远低于市场的报价 所以李庆的性价比在有名有姓的花旦里面 几乎可以说是一记绝尘 因此 虽然说李庆的流量不是很大 热度也不是很高 可是他一直都属于是资源不断的代表型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庆多推荐一下 还算忘自己和忘剧的邓伦 多给他推荐一些和自己合作的资源 也是远比盲婚雅架 任由片方或者资方自派男主要好一些 至少邓伦的咖位和演技都还是算很不错的 和自己的外形条件以及咖位也很搭 和自己合作也很忘自己 两人不方也学学那些爱炒CP的明星一样 拍戏组CP 说不定哪一部剧就成为了暴剧 两人就凭着此剧从此一飞冲天了 其实话说回来 李庆帮邓伦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不得不说 李庆一直以来都始终停留在 离晋级一线花旦 真正的大红大紫 紧紧一步之遥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怎么说呢 上不上下不下 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 其实李庆与今年凭着斯腾而翻红的景田相比 仅仅只差了一部暴剧了 毕竟怎么说呢 如今的景田早已经不是以前资源逆天的大甜甜了 甚至在资源上还不如现在的李庆 所以从后来者也慢慢居上的现状来看的话 李庆后面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再继续往前更进一步的可能 几乎是微乎其微 因此李庆只有希望能搭上一个望剧和望自己的男星 加上一部好的作品 那样的话可以靠着出圈的CP组合 以及暴剧的加持再搏一搏吧 最后 花哥还是希望娱乐圈还是实力演员当道 不要再以流量爱豆为主了 那样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出现太好的影视作品 因为重心都放在割韭菜上面了